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不是在文教 今天是在汉堡的音乐大学 这个厅我们叫做Mendelssohn音乐厅 其实它原来是一个前厅 就是我们学校在1910年加盖了一个很大的音乐厅 叫做镜子音乐厅 你们等一下看这个厅 整个墙壁都是镶满着镜子 所以非常的亮晶晶的 很漂亮 那音乐厅在哪里 我们需要一个歌剧舞台 所以整个音乐厅给它拆下来 搬到工艺美食博物馆 我觉得这个工程实在很伟大 你们可以去那家汉堡的博物馆 就在火车站的旁边 可以看到我们原来汉堡 这个音乐大学的这个禁止音乐厅 所以我们这个Mendelssohn音乐厅有114年的历史 很高兴可以在这边录音 这个音乐厅很适合 这个音乐厅很适合 跟歌剧 因为声音很强亮 所以小提琴这边拉 那个声音就共鸣很强 所以这个音响效果很棒 我希望你们也可以感觉得到 请你们给我写个留言 你们觉得这个声音效果怎么样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曲子 也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创作的 叫做《爱情的忧伤》 是一位Fritz Kreisler奥地利的小提琴家 做起家 他是1875年在威耶娜出生的 是一个天才儿童 四岁的时候 他爸爸就开始教他小提琴 七岁的时候 他就进了这个威耶娜很有名的 一个音乐学院 十二岁就跑去巴黎 念巴黎的音乐学院 算是他们这个学院的历史最早 一个最小的孩子在那边学习 结果后来拿到最高的文凭 Premier Prix 拿到这个头等奖 这个学校毕业之后 就去美国 询问我演奏 回来是1889年 又到威耶娜 要申请威耶娜爱乐 交响乐团的位置 结果被拒绝了 为什么被拒绝了 试补能力不够 当然他试补能力 因为他还小 所以他试补能力不能跟那些团员比较 伤心啊 非常的失望 七年 再也没有碰到小提琴 再也没有搞音乐 做什么 读衣 读绘画 还去当兵 七年之后 他就回到音乐来 受不了 结果一开始上台 他的演奏 演奏这个生涯 马上就很成功了 在威耶娜 在波林 欧洲 其他地方 去了 非常的成功 中国演奏 在1923年的时候 是徐志摩跟林慧英接待的 他成功到某些年 一年开了250几的演奏会 非常的有名 非常受欢迎 他发明了一种 一种技术 叫做柔选的技术 让这个小提琴的音 变得非常饱满 非常柔和 大家都听得 好像 好像如痴如醉的 那么我们 现在 让我们如痴如醉的 就是 我们 尤能富的同学 是我们 汉堡音乐大学 优秀的小提琴学生 尤能富啊 今天很高兴 跟你合作 听你的小提琴的声音 其实我们也已经 认识有一段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历史 你曾经当过我的钢琴学生 你说 两年前 毕业了 之后 我们 各走 自己各走各的 你能不能 简单的介绍自己 我是 游能富 那 就是从小 算是在桃园长大 那 大概 十岁开始 开始 开始 学琴 那 从小就是 音乐班 音乐班 然后 音乐班 现在是音乐园 那你什么时候 决定 学小提琴 有没有什么 一个特别的事情发生 让你觉得 哇 这个小提琴这么好听 其实没有 就是 我觉得 比较像 一般 听说 就是 父母 觉得 小朋友应该学小提琴 小朋友应该学乐器 那就 刚好就学上小提琴 那 就是 也 只能说 正巧 到后来是 有发展成兴趣 对 所以你家里有这个背景啊 你们家 父母喜欢音乐啊 或者说 自己拉琴啊 自己弹琴 有乐器啊 其实 这个也 不是 就是 之前 亲戚家里有人 有学小提琴 刚好 学小提琴跟有钢琴 那就 我们 我父母就是 想说 小朋友 试试看 那你什么时候决定的 汉堡都留过来美术 就 那时候 高中 当然 毕业之前 就 有在想 如果 真的要走这条路 那 就是 能的话 自己能力到的话 那也出来看看 是 蛮理想的 那 你还没考虑到别的学校去或到别的国家去念书 嗯 别的学校的话 当然 那时候来考一定不只考一间 那 这一间算是我其中最想来的 也就 这么的 也可以说刚好也可以说幸运 就是 考上了 对对对 这也是一份运气 我们考试都 运气 跟缘分 对对对 运气跟缘分 很好很好 今天我们要拉的曲子是 凯斯凯斯凯斯 你对他有什么印象吗 有没有曾经认识的 像凯斯凯斯的小品就是 尤其我们拉小提琴的 一直都 算是 常听到 而且算有名 然后 尤其是这类小品的 听到都是觉得 不只是愉快 而是说就是 会心一笑 大家听到看到 有人拉 都会觉得 嗯 对他的曲子好像都很受欢迎 对 所以希望你们大家也一样 跟我们 喜欢受欢迎 嗯 嗯 我们 好像曾经也 研究过一首 你考试的时候也拉过一首 你记得吗 还记得 哈哈 嗯 我 他 我 我就 你 太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全不是 完全是他自己也创造的 我们试试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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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